什么样的兰花需要施尿素 尿素怎么施 一盆兰花要施多少尿素 这些详细的我们放到这个视频来 仔细的讲解 我们现场就拿了两盆兰花 这一盆是5月8号已经施过了 现在长势非常的好 这一盆是需要施尿素的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它有什么特点需要施尿素 我们常讲兰花的施肥是三药素 蛋林甲 这三大元素是必不可少的 氮肥也是很重要的 缺氮肥的才需要施纯氮肥 就是尿素 一般不是严重缺氮肥 就不需要施尿素 只要三元肥均衡的适用就可以了 像这个兰叶看起来就很明显的 它不是那种很浓绿很墨绿的感觉 它是缺氮了 所以像这样的兰花 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湿一点 尿素补一下氮 因为尿素是一种塑效的氮肥 它的湿下去以后 很快就能让这个兰猪吸收到这个氮肥 大概半个月就可以生效 尿素它就是这种很小的颗粒状 一般来说市场上的尿素 它的颗粒大小都是基本上差不多 都是这么大 我这么一勺大概有40粒左右 如果是数的话40粒左右 当然我是没有数过 我大概是怎么敲这么点 没有问题 你不要怕多 这点尿素含量 对于这一盆兰花来说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吃尿素的时候 不要去对水浇根 不要对水浇根 千万不要对水浇根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们的固态施法 还是跟那个生肥一样 沿着盆壁 沿着盆壁呢 尽量在老苗的这一边 因为这个兰花它有个方向 这边是新苗 这边是老苗 我们是在老苗的这一边 这样可以离那个新苗和新芽 稍微远一点 试完以后盖土 不用试得很深 试完以后盖土就行了 如果是室外养的话 试好以后就随便的放在室外 让下雨让它自己来拧 如果是那种需要浇水的 你试完以后就可以浇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